等等等等 許多事情 看了這部片 我們應該會想到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我會這麼想 看了這部片之後 馬克思他到底在追求的是什麼 馬克思他到底在追求的是什麼 是一種 在知識上和其他的知識分子 不斷的討論 然後尋求 他所期待的答案還是 他是一個 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那如果他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他要解決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他的理論 要鬥爭的對象 又是哪些人 在裡面甚至也提到了 他所提的 那種 理想跟 其他的那種社會主義 這個理想 又不一樣 最後他們寫了那個 好多好多東西 放在一起 這部片子我還有一個 蠻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看的電影雖然不算多 但是也看了一些 但是這部片當然我發現 有一件 蠻特別的事情 就是裡面幾乎聽不到什麼音樂 一直到蠻後面的時候才有音樂 就是他讓我們蠻專注 在他們的那個對話裡面 好 那他們在追求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蠻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各位 各位覺得馬克思他在追求什麼樣的事情 他在追求的是什麼 他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 碰壁 錢不夠 我也蠻羨慕他的人 沒有錢的時候可以寫公信給朋友 錢就來了 有這樣的表示幸福 他們追求的是什麼 什麼事情值得他 過得這麼辛苦 消除戒指 消除戒指 為什麼會 會想到 為什麼你覺得他是 他的目的是在消除戒指 消除戒指 因為他提到 他一直在代表他鬥分 然後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說 跟在歷史都是 不斷鬥分之間 所以他也一直在改變鬥分之間 但是他是想要 可能在這邊 放那個平衡 或者是要打破 這樣去 消除戒指 我看到蠻多他在彈那個 階級的問題 他在很階級的地方 有一幕我還印象 我算印象深刻 就是 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 快結束的時候 他們兩個一起去參加 原本那個正義聯盟的大會 然後再開始討論 他們的那個 中心思想之神 所以他們改名了 變成共產黨的朋友 在 那一段討論當中 反對者 反對馬克思恩格斯恩 他們提到的那種 精神標語是什麼 人愛 良善 博愛等等 但是 這有錯嗎 談這件事情有錯嗎 為什麼馬克思恩格斯要反對這樣子的信念 他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的 這個是 但是 在 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 論述當中 其實 蠻重要 但是也 值得深入討論的事情 為什麼這些 看起來良善的 道德的 信念 他們無法接受 這些信念 到底 有什麼問題 剛才能說 怎麼樣 打破階級 打破階級的前提是什麼 有階級存在 對不對 所謂的階級又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部片子 他的主軸一直在談的問題 有個階級是存在的 什麼階級 勞動階級是存在的 而且 這個階級 對於 馬克思以及恩格斯而言 這個階級的人們 知不知道 自己是一個階級 他們知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階級 顯然的 馬克思他們認為 他們應該是不知道 他們知道 除了自己是一個階級之外 他們還是一個被壓迫的階級 他們就更不知道 他們思路是這麼來的 就是說 有個階級是存在的 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個階級 更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階級 是一個受壓迫的階級 所以 馬克思希望能夠喚起他們的 意識 那個叫什麼意識 就是階級意識 那有這種意識之後 他們就可以開始 去做一些 解決問題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要去鬥爭 就是他們在那個大會裡面講的 鬥爭的事情 恩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那種 我們以前常常在說 這個人是共產黨人在鬥爭 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罵人的話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馬克思他們那個時候的 歐洲工業革命之後的那種歷史 就像電影裡面我們看到的那種工廠的場景 很多的工人 甚至有同工 要對抗的是什麼 表面上看來 比如說 最直接看到的是 大規模的這種經濟生產的方式 導致的這種 工時的問題 同工的問題 可是呢 更深遠的 遺憾在哪 這個在 經濟學哲學首討 就是馬克思那一本書 伊拉斯斯那一本 他有談到 這個是一個 歷史意識的問題 也就是說 馬克思認為 在人類歷史上 有這麼樣的一種 理解歷史的方式 就是 人類歷史當中 它是一種階級壓迫的歷史 所謂階級壓迫是什麼 就是 掌握生產工具的人 他們在建立起 大家目前看到的這種社會意識 或是文化意識 那它微妙的地方是什麼 它經過的轉化 轉化成什麼樣子 轉化成我們所 認為高尚的 習以為常的 或是應該遵循的這種 社會道德般文化價值觀 也就是說 他們的史觀 的基本理解方式就是 這些東西都是從 生產關係而來的 生產關係是根源 那生產關係 為了要維繫這樣子的 生產關係 以及這種 壓迫的關係 所以有了這些 剛才我們提到的這種 文化觀 道德觀 價值觀 甚至是宗教 他們是這樣子理解 人類歷史的發展 以及人類歷史 那種文化的 文化的背後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們會如何看待這些 看起來是道德規範的 這樣子的價值 我們就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當 原本他們的 夥伴們 在談到這些 道德觀的價值的時候 那些人覺得 他們要改變這個社會 必須要靠這些 正面性的價值 可是對馬克思而言 你談這個 有用嗎 他覺得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這樣子 只是 不斷的去複製了 不斷的去 重現的那種 馬克思所認為 他必須要被打破的這種 階級史觀 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 會用那種 親密的態度去看待 很多人 信以為真 把它當成人生信念的 一些道德教導 當然這個 我們都會有很多 這個在很多不同的歷史 史學家或是哲學家 他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但是對馬克思而言 他是這麼理解的 那從這樣子的脈絡出發 到今天 雖然馬克思主義 我們很難說 他在政治上 是一種成功的典範 但是 馬克思式的這種 觀察方式 考察人類社會的方式 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怎麼說呢 就像今天 我們今天在 在這個 台灣這樣子的社會裡面 如果我們看了 馬克思這個片子 我們可以怎麼樣 看待這個社會 從他的這種史觀 從他的這種文化 在 我們可以看待 怎麼樣看待我們這個社會 有沒有一些 可以 作為 批判的可能性呢 如果這樣講 其實就很多了 我有開車 然後我 我停車都是停在一個 台北市的公有停車廠 那邊那個停車廠呢 平常是30元一小時 然後最近貼了一個 貼一個公告 就是年底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調整為 一小時60元 因為要增加流通率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最近很多百貨公司都在週年慶 所以那個地方很多車子還來去去的 所以那個地方很多車子還來去去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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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為什麼會讓這麼多人想去 那 背後當然有很多 文化上的這種吸引力啊 我希望能夠把自己 打扮成什麼樣子 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 達到什麼樣的一種 效果 或是成就感 或是被人尊重的感覺 等等 非常多 那這一整套背後當然就是一個 當代社會的這種消費網化的這種 流行觀 那這樣子的東西 它到底是如何產生的 它其實 如果要從馬克社講到來看 它 它 可以被理解為什麼 這有可能就是 一整套鼓勵人們去 不斷的消費 不斷的去 接受一種社會價值的這種產品 然後 讓 讓這樣子的社會 訊息 不斷的 傳遞下去 它在當代社會 看起來 共產主義似乎失敗了 可是 馬克思觀朝這個社會的方式 它是 它是 可以讓我們看到一種 比較 難以 表面上 看穿的一些事情 這個是其中一點 那 裡面可以談的東西真的好多 不過 請問還有沒有 朋友 要談什麼 剛才看完 特別 不懂的 特別 不同意的 或者 你要 跟 一粒一修聯一起 也可以 有沒有 我們這脈蜂傳下去 那誰要 講話就 趕快 搶來就 我想問一個 請說 一開始 他一直在講的 感覺是比較深的 他們的同儕之間在討論的那些 他從那邊去帶到 他把這些 概念 讓 一般的人 或是工人 他們聽得懂 這個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這個地方 他到底那個時候是怎麼去克服 其實 這當然涉及到一個蠻 蠻重要的辯論 就是 這種 社會的改革 他是 是 理論走在前面 還是實踐走在前面 的問題 所以說 在 從馬克思開始 他們坐在一起 這種問題 就是 也就跟實踐之間的 辯證 當然從 從馬克思的 觀點來看 他是認為 我們要從 實踐的過程當中 才能夠 找到理論 這個是 像是他的看法 為什麼 因為 他要克服什麼樣的狀況 他要克服的是 原本 在 在知識傳統裡面 相當強烈的那種 維新主義的傳統 那什麼是維新主義的傳統 一方面 談到的是一種 哲學性的傳統 就是說 他是從一種哲學傳統出發的 從 古希亞以來 那種哲學傳統很強 哲學帶著我們往前走 就像 國瓦佗會說 這最好是哲學家 他 看 看得到 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 一般人是活在 黑暗的洞穴裡面的 所以 他可以帶著 人往前走 或是 等到基督宗教 盛行之後 教會的 教會的 末世觀 或是教會 對人類的這種 觀點 也指引了 人們 有一條路在前面 但這個路是怎麼來的 這個路是透過一些 想像的 嗯 沒錯 他是一種 我們很難從實際的生活當中說 他是這麼產生的 而是他靠的是一種知識的傳承 一種信念 一種信仰 但是 這些事情 當然會抓住 人們心中的 某些 能夠感到 同意的一些 一些 事實 所以 願意 願意接受他 願意信仰他 然後願意往前走 可是對馬克思而言 這就是他 去理解這個社會的方式 和傳統的這種 偽心事的方式 最大的不同 雖然我們都知道 就像您剛剛說的 他跟那些聰明的知識分子 不斷的討論 不斷的辯論 他看起來也是一個 很聰明的知識分子 也是一個 他是一個 模式 寫那麼多的書 他顯然不是 不是在工廠工作的人 可是 知識分子 他 馬克思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他在 改變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 他 他站在這種 獲得知識的 這件事情上 他和其他人 做了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他認為我們要理解 這個世界的時候 不應該從這種 迴心事的方式出發 我們應該要從這種 他談這種 經濟生產的方式 或是 他 裡面有談到那個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我們要從 每個人 活動的這種 方式去觀察 然後去理解 人們在做什麼 然後從這裡面 找到那種 這個社會的 感覺 這個社會的精神是什麼 他在談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所以沒錯 馬克思 就像你說 他是一個知識分子 他寫的東西是很高深的 很多地方我也看不懂 可是 他的東西 改變了我們 理解這個社會的方式 也就是說 他改變我們 理解社會的方式 讓我們去 關注這個社會的時候 不是從一種 因然性的 或是抽象的事情 來告訴人們 社會應該是怎麼樣 而是 我們要看人 是怎麼動的 我們怎麼互動的 我們才能夠知道 這個社會是怎麼樣 這個就像 大概在 十幾二十年前吧 有一個很重要 有一個很重要的 巴勒斯坦的自分子 叫薩伊德 他不是寫一本 東方主義這本書 他在批評的是什麼 他在批評的就是 所謂東方主義就是 東方指的是中東 就是阿拉伯世界 東方主義那本書 他談的是什麼 就是 他在批評英國法國美國 那些 那些 歐美國國家 他們在理解 伊斯蘭世界的時候 他們所使用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 西方的這種 科學觀 或是西方的那種 價值觀 他們很容易 把 中東世界 理解 理解成為一種 他們眼中的中東 他們不是真正 有多了解中東 但是他們透過 他們的這種 基督宗教觀 以及他們這種 世俗社會的觀念 去讓人們覺得 伊斯蘭世界是一個 無法理解的 為什麼生活 會變這個樣子 為什麼 宗教生活 跟他們的價值觀 會如此連結 為什麼他們會 這樣看待政治 把他們 描寫成一個 不理性的 或是說 對現代社會 與現代社會 相互衝突的 然後 不知為何會 如此的一種 社會發展 落後的等等 那 塞埃德就說 這其實是一種 很典型的 西方的中心價值觀 那他 這種理解方式就是 我先 預設了某些價值 當然 不可諱言 我們在理解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預設某些事情 就像我說 這個是白色的 至少我要知道 這種東西的稱呼 是白色 我們的預設 是不可能去除的 可是 要怎麼樣能夠 真正的去體會它 這就是一種理解的 在方法上的差別 塞埃德批評 事實上 就很 很類似 馬克思 他在談的 我們理解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看他 最底層的 互動 才知道這個文化的 地運是什麼 而不是從一種 既有的 或是抽象的東西 來理解他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無法了解 他內在的動力在哪裡 所以我同意 我們說 馬克思他確實是 真正的 他不是公認 這些 都是正確的 雖然恩格斯覺得 他自己是 資本家的兒子 他已經有一種 好像 羞愧 羞愧 甚至有點那種 原罪的感覺 好 可是其實馬克思他 和恩格斯相比 他是知識上的貴族嘛 就是說他也沒有在工廠上做工 但是他 透過他在知識上的突破 他確實也改變了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 我是這麼理解的 我這裡有一個問題 請說 馬克思的哲學思想 其實是影響了幾個世紀 那我想要了解他對現代的社會 有哪些影響 比方說那個共產主義 到底到底 在我們社會中 是可以落實 在哪 在哪個方面 是可以 恩 就是 造就社會的 恩 我覺得像我們那個 健保制度 他就是 非常好的 一個 共產主義 造就社會的一個 政策 就是我個人的 恩 就是從 從他的哲學 來看 我們 期待這個社會 的影響 好 謝謝 這個 這個真的是蠻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 看一部 看一部片 或是理解 理解馬克思 然後 他如果現在社會 一點觀念都沒有 他可能我們都不會想看 當然是有觀念 可是 我們還是得回到 就是說 馬克思他到底是 怎麼出現的 他的這種 他談的事情 他在 整個人類的這種 知識體系之下 他的座標在哪 他的光譜是什麼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那 當然如果我們用一種 最簡單最簡單的方式來理解 西方 跟 社會哲學的演進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在哪 在 在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 從一些歐洲哲學家開始 啟蒙運動 談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當然 哲學哲學家很多 我們都不需要 我們沒有時間 談太多 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人是理性的 人是平等的 人是有價值的 人是有道德分言的 在 歐洲哲學家康德那個時候 他非常強調這件事情 人的平等 他的基礎是在這裡 因為 康德很清楚 人 人有各式各樣的外在差異 如果我們要談平等的話 我們必須要從 這樣子的 理想去談 才有可能去談平等 那在這種啟蒙運動的潮流之下 人們會去追求自由 會去追求平等 會去追求他在政治上的實現 那法國大革命當然就是一種 啟蒙運動的高峰了 那馬克思他是站在什麼樣的光譜 他其實是在這個傳統底下的 馬克思是在啟蒙運動的傳統底下 而且他對於人的這種理性的看法 他是極度樂觀的 樂觀到什麼 如果我們知道馬克思他的這種政治理想的話 他最後的理想在 共產黨居然他談的是什麼 他談的是 他認為國家只不過是那種 資本家的 為資本家做事的一種組織 他最後的理想是 就是人們可以不要這種政治統治 我們可以和平相處 不會相互躍 比如說他的理想是很高的 很多談人類理性 然後說人類平等的哲學家們 他們到後來談的幾乎都是 那我們要建立起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讓我們可以過得有尊嚴 讓我們可以過得平等 聽起來順理成長 可是其實他預設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是需要政府的 還是有這樣子的 框架在那裡 可是馬克思他談到後來 他談的是更遠的 也就是說 他是極度樂觀的 好 那如果現在我們可以怎麼看 我覺得馬克思當然是 給了我們一個很 很樂觀的想法 人類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 剛才有談到健保 健保 健保他的價值 這個其實在馬克思 如果馬克思聽到的話 他應該 大家猜他 他如果聽到健康保險 他會什麼樣的反應 他如果聽到 某某國家都要實施健康保險 然後 大家可以不用 看病的時候不用 有太沉重的負擔 馬克思會歡迎你這樣子的社會支付嗎 剛剛有人搖頭說不會 為什麼不會 這樣不是對很多人很好嗎 他有影響是政府 他應該會覺得這個健保是幫政府賺錢的反應 幫政府賺錢 其實政府也不一定賺錢 可是他確實可以讓政府變得更重要 在馬克思 馬克思和很多人 有這種理論上的這種辯論 馬克思是一個戰鬥力非常強的人 他一方面要去和資本家辯論 另外一方面 他和很多社會主義者辯論 尤其是在德國當時 德國當時 有很強的社會主義的傳統 社會主義 看起來應該是馬克思的盟友 不是嗎 因為社會主義談的是要照顧 工廠的工人 要建立社會安全制度 要讓大家過得更輕鬆 可是馬克思 他其實是反對的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大家還記得後面 他談的那些鬥爭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猜想到 他為什麼反對 因為 如果讓 國家建立起這種社會保險制度的話 被保險的人他會感謝國家 還是會討厭國家 當時會感謝國家 那如果 這樣子的制度建立了 穩固了 對馬克思而言 他認為 這樣子會讓 階級的鬥爭 越來越不可能 這聽起來似乎他 他目的好像是 為戰鬥而戰鬥 聽起來好像不大對勁 可是如果 我們仔細的去想 馬克思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 徹底解決問題的這種方法 如果 如果 國家採取這種社會保險制度的話 看起來問題可能可以被抽煙 可是 大家要知道 當時馬克思他所處的那種環境是 德國民族主義 越來越 澎湃發展的 歷史時代 也就是說 德國遇到馬克思所談的 也就 像英國那些問題 工廠很多人 他們的生活 不安穩 那德國當時那個 普魯斯王國 他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一方面可以 可以讓這些人 不用 受到 太大的困難 另外一方面 他們有一個很強的政治攻擊 是什麼 就是 要讓普魯斯成為一個 更強大的國家 這有很強的一種 政治上的這種 需要在裡面 那這個其實對馬克思而言 他是相當反對的 因為這 這看起來就是 和馬克思所要追求的 讓這種 階級鬥爭的事情 發生這件事情 越來越不可能 而且它會讓國家 更行重要 那長遠而言 馬克思談的是一種很遠的事情 長遠而言 他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 當然歷史的發展 我們都看到 就是說馬克思所期待的那種 無產階級革命 在西歐並沒有出現 因為 西歐國家 就像 德國 或是其他的歐洲國家 他們都 在一定程度上去 改變了 當時 馬克思所批評的那種 非常惡劣的這種 工作環境 所以這種 無產階級革命 其實並沒有在 並沒有在西歐發生 當然這個就是 我們 在看馬克思的時候 會 要稍微 稍微提醒 那就是說 他鬥爭的事情 其實後來真的是有一些改變 那這樣子馬克思 他就沒有意了 就是剛剛 剛剛發言的那位朋友說 今天我們還是 還可以怎麼看馬克思 雖然那種 鬥爭的具體的情況 不大一樣了 可是 階級壓迫存不存在 如果我們從馬克思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很難說它不存在 我覺得在很多地方 它是存在的 而且就像 馬克思他所反對的那種 精神標語 道德教條 前幾天 賴清德院長 談的那種功德論 那其實是一種很 很典型的 把 把一種 受壓迫的人們 所付出的事情 他們應該 不應該受到這樣對待 可是 這種功德論 反而 告訴我們 他們如果能夠體會這樣子的 這種 這種美德的話 他們應該 比較能夠接受 這樣子的工作條件 這當然從 馬克思的角度而言 它會有一大的問題 因為這 確實 反映出 我們 誤以為 很美好的這種 社會道德文化 它背後其實有一套 那種 那種 剝削或是壓迫的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危險 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 馬克思 如果我們 看了馬克思 我們當然就會用一種 比較 小心的眼光 去看待這種 看起來似乎比較美好的這種 道德觀價值本 我不是說 道德觀價值本 他們都不重要 我不這麼認為 有些人也是很重要的 連馬克思 他 對他的家人 他都是相當的好的 道德觀不是不重要 但是 在有些時候 賴院長講話 就讓我們很清楚的 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小心對待 這確實是真的 就像如果 很多 很多 很多人在社會上工作 如果我們跟老闆 講 你應該 這個加班要不要算怎麼樣 如果老闆跟你說 我們做人要計較這麼多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好像他在告訴我們 做人有大道理 可是 可是 這是 這是勞工他 應該拿到的 這擺了就是要算得很清楚 可是 我相信 有時候會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這個就是 這個 賴院長 給我們的一些啟發 呵呵 請問各位 看哪有什麼 想談的 按穿 我想說的是 之前有看過一些影評 那有些人是說 這一部其實是在反鳳馬克思 嗯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所謂的 他的 上半神 如果這一部片 所呈現的 真的是他的 如果大概八九神的話 是如此的話 那 按照意思所拍的話 所呈現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 反鳳的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所謂的 共產主 他的活動 或政治事業 都是建立在 恩格斯 那些 活血 勞工的血和錢的身上 嗯 然後第二個 影片中 很多 就是說 就是說 很多 至今看來是 屬於這個社會會犯的 然後就是 對於馬克思 就是例如說 有一幕就是他在買那個 菸 雪茄 但是呢 他就說 但是他還是很 還是會說 欸那個小弟弟 一根0.3毛嘛 兩根算我0.5毛 他還是說 馬克思還是有這種 想要打成的觀念 恩 然後第二個 指出的還有就是說 就是 他沒有女性主義的觀念 例如說 有一幕他是第二個 第二胎號 我跟他說 那第二胎也是女兒 蛤 馬克思說蛤 還是女兒喔 可是他有這一幕 嗯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說雖然是說 全世界的工人 無產業連起來 而他還是有那一種 右派的民主觀念 例如他 在集會的時候 就會有人跟他說 喔 你那些理論喔 很適合那個 俄國老 嗯 要說講那些口號很適合 俄國老 我們這些西歐的人 他們我們是需要理論的 嗯 所以有人說這首部片 其實是在 之前看過一些影評 就已經說說 看過片的人就說 這是其實是在 諷刺馬克思 嗯 就其實他其實就是一個 嗯 圖文不符的傢伙 這樣說比較快 嗯 不曉得 如果這部片 真的是反映 真的是 歷史馬克思的話 那應該說他只是一個 圖文不符的傢伙 嗯 甚至說他甚至連他怎麼定義他自己 他都無法定義在他的學說裡面 嗯 例如說你要說 芝加哥論壇報 他是一個 資產階級嗎 因為他 其實這張幫 報紙寫文章 那他的學說如何定義 他自己都好像 有認為是個問號 你是 你不是老公嗎 那你又 不是真正做工的人 但是你 又好像不是資產階級 那一種 那你 又怎麼定義自己 好像也都是個問號 嗯 謝謝 這個問題 倒是讓我想起一些 想起很多事情的 想起很多事情的 奇怪喔 我看了為什麼會覺得 我沒有想到反諷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 當我同意 您看得非常的仔細 非常的深入 如果一個 心懷著這種 為無產階級 奮鬥 為無產階級 鬥爭的人 他怎麼可能會去 去和那個小孩子 討價回家 或是說 如果一個人 認為所有的人類 都應該平等的人 他怎麼會用那種方式去 描述俄羅斯 好像他們是 比較 比較好騙的 在西歐大家都能夠說 你不談理論 革命就搞不起來 確實 確實 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對嘛 就是好像不應該會這樣子 可是 唉 這樣講好了 我們 理解的馬克思 其實我們 是 看他的書 或是看他的知識 我們是從這個 這個途徑 認識他的 這樣講好了 有時候我回家 然後 我跟我太太講什麼話 他說 你在外面講 你學生沒辦法反駁 他們才會聽你 你跟我講 我根本就懶得理你 可是聽到這個我就有點沮喪 可是呢 這其實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說 有一位那個 那個 有一個哲學家 叫那個 對不起 你一直不知道 一直想不起來 就是 我們在談詮釋學的時候 詮釋學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是什麼 就是說 作者和他的作品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觀點性 作品 他是不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如果我們同意 一個作品 他有他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到底 作者和作品之間 我們非得把它放在一起嗎 我同意馬克思 從這邊看起來 他好像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 或許我 本來就 從來沒有期待過馬克思 他像聖人一樣 所以我看到這些事情 我沒有那麼敏感 但是我同意你的敏感 他是有道理的 但我談的 我談的就是說 馬克思對這個世界造成的影響 是因為他的人格嗎 還是因為他的作品 顯然是他的作品 也就是說 這個世界上 因為他的作品 因為他的理論 造成這個世界上 太多的變化 那這種變化確實是真實的 即使馬克思的 一些談話 一些 一些作為 讓我們覺得 好像有點 名時不服 這是很有可能 這有可能 可是 如果我們同意 他的那些作品 談的是一件 他很認真要談的事情的時候 對我而言 我會相信他作品裡面的真誠 那 這是我想到一個作家 叫俞秋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他 看過他的書 以前看他的書 我還蠻感動的 我覺得那種感覺很真實 可是呢 後來有一陣子 他不知道怎麼搞的 被文化街 拿出來批鬥 還鬥得有點慘 把他的各式各樣的事情 拿出來講 當然當然那些事情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他顯然被批鬥很慘 然後有人說 我才不看俞秋雨寫書了 他 他 他這種東西一定是 不真實 可是 我回家又翻了 俞秋雨的東西 看那個3G筆記 我翻了之後 我還是覺得很好看啊 或許我不是那麼在意這個人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他的作品是一個 讓我覺得 我感受到他的真誠 就是說 就像我們如果有空 如果有人在寫日記 我會寫文章 你翻你二三十年 之前寫的東西 你會突然發現 原來那個時候 我在想這些事情 我怎麼都已經忘記了 因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命 已經寫在他篇 我們在談一個作品 跟一個人的關係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放在一起談 但是 他也不一定非得放在一起談 因為他的生命 他的影響 是根據這些著作而來的 不一定是他 認得感到 如果說 如果說馬克思他是一位 像 宗教領袖的人的話 那或許這個要被放大進檢驗 如果一個宗教領袖 他談的很多事情 結果他生活 是另外一回事 那這個一定會拿出來被批動 可是馬克思他的影響方式 其實不是作為一個 人格者 或是宗教領袖 而是 他所影響的這個世界 我是這麼看待的 不過我同意 你看真的 非常仔細 這個 確實是有這些問題存在 所以有可能拍片的導演 是真的要反噬他 有可能的啊 問電影公司 不過我同意 主要講的那個是 是 其實他裡面有螢幕 就是馬克思說 我也是請他 對 也是想他 想他深一點 給全國觀眾 就是 躲起來 就是他裡面有螢幕 就是說 馬克思就說 我已經是個凡人了 他有螢幕這樣 好強 所以就幫 幫他辯解 我想導演一定要考慮說 我覺得有一個有趣的想法是 我覺得一個有趣的想法是 共產主義者可不可以 是一個討價還價的人 然後共產主義者 他可不可以是一個 沙文的人 然後甚至是 共產主義者 他是不是其實就是一個 無所事事 但是 吃件軟飯的人 哈哈哈哈 你說馬克思嗎 對 這我在想的是說 就好像 我們會說作者已死 就是他的作品會影響 影響世人 是因為 我們可能看到這作品裡面 一些特別有趣的地方 他有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但是這個人 他同時又是馬克思 然後他又有一點付權 他又 會跟別人討價還價 但是anyway就是 那今天我的問題是 一個共產主義者 他可不可以是一個 討價還價的人 嗯 然後我就會在想說 我就會在想說 好那如果我今天 我也很窮 然後我也想要寫一本書 我超想寫一本書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 畢生的經歷 就是要跟那些人辯論到死 然後幹他媽媽 走上今天好想要抽一根菸 然後身上只有五塊錢 你看我就想要兩根雪茄 媽的 然後 然後於是我就說 欸 你兩根雪茄賣我五塊錢 要不要 然後於是我跟他討價還價 然後我抽了這個菸之後 我後面還有很多問題 可是我還是想寫一本書 然後那本書裡面還是關於 我的共產裡面的思想 然後我還是想要跟大家辯論 然後最後我的書好像很有名 然後我是大家會覺得說 我是共產主義者 對 可是他媽那時候就是跟人家討價還價 嗯 就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我覺得好像 好像不 好像有一點寫實 就我覺得 好像有一點寫實 就是 就在一個 很平 很 如果說你真的很窮 然後你就會幹這種事情 就在那種 就是在一般人的生活裡面 好像就 就充滿這件事情 嗯 的感覺 就當然我 我也可能也 我也少 多少讀過 共產黨宣言 以前學生的時候 看他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馬克思 好 所以大家現在是因為這樣才來看 對 之類的 但是 但是 因為那也是學生的時候 出了社會之後 你也會 我也是會覺得說 喔 馬克思 沒有 就跟那些作者一樣 但是他當然是一個 很被大家所記得的一位 對 但今天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尤其是 他裡面就是會去 會醉吐啊 他醉吐的那段也是電影的高潮 大家看到他醉吐的時候 就發現 就猛笑 就覺得 可能馬克思也是會醉吐啊 也沒有多厲害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那些片段就是 會讓人家覺得說 對 他今天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社會科學家 他有社會科學的熱情 他有辯論的熱情 他就是一個 可能就像他講吧 他就是一個凡人 但實際上他就是一個 凡人 然後他也在面對著 非常窮困的處境 我覺得這反而是 必要的 如果說是諷刺的話 我就覺得是必要的 這calsay就是必要的 如果他不考慎的話 馬克思 你就知道嗎 就永遠都是那個凡人 那也不對 這是批判的批判的批判 我覺得這個觀點真的是蠻有趣的 就是 把我們從 他的一些劇作裡面 所認識的馬克思 還原到 他的 他這個生活 在生活上 他當一個 先生 當一個父親 當一個 湯友 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頭裡好像會有落差 就是說 看了那麼多東西 跟看到他的身體 那是不大一樣的 可是 我想這樣還蠻真實的 這確實是蠻真實的 不會 不會 我想插個問題 因為 以往沒有被人來嘛 那以往那種沒有準備就來 我很好奇 為什麼說 共產主義不能討價還價 這件事情 有什麼之間的關係 那 共產主義為什麼不能討價還價 當然討價還價 他 本身 其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如果要 談的話 共產主義他 他反對的當然是那種 對於工人的壓迫 可是討價還價 確實啊這個問題 剛才 剛才 這位朋友談的時候 我也想了一下 就是說 討價還價到底錯在哪 那要看你的對象 那要看你的對象 那要看你的錢包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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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很多有錢人也是喜歡討價還價 不一定 不一定是有錢人 就不討價還價 永遠都要討價還價 會不會有工理想 開得三秒 開得 往上 好 就是我覺得 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就是有兩個疑問 我覺得 像老師您剛剛說 馬克思他的理想是很 很遠大的 他可能希望 就是未來 就是真的像 烏托方世界 然後達斯 等等 可是我想來想去 我覺得這個電影裡面 有兩個 我覺得 有點 我覺得太過理想化 就是 我覺得說 好像根本 現實上是不太可能的 第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說 唯物史觀的部分 他會去看 整個 整個 生產 關係造成的社會脈絡 然後去設立一些道德觀跟教條 可是像他是主張說 呃 比如說 要打倒 打倒 打破階級 然後 他們應該去fight 然後 呃 他寫教條給狗 就是寫一些 呃 簡單易懂的 可是他不是也在設立一些教條嗎 他就是比如說 他這樣不就也是 就是在設立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而且我們從 就是 可能去看一些共產國家 他們的 他們也 不就是也設立 去設立很多標準 什麼東西是對的什麼東西錯的 比如說他們覺得宗教是錯的 或者就是說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 不就是有一點去違背他自己本身這樣的一個 想法 那第二個 我是覺得說 他過於理想的部分是 呃 就是 如果要達到就是說打破 完全打破階級 就是說大家都 欸 這個我絕對關顧到一個 本 原本 根本的問題是資源的分配 因為經濟權他是在講 就是 資源的分配 可是 呃 今天會有 呃 一個政府出來分配資源 那一定是因為資源他本身是有限的 那 所以說 呃 今天造成階級應該是說 可能問題出在資源 那 從共產國家的一個 過去他們一個發展就發現說 呃 如果說 呃 他們的 沒有一個好的制度的話 他的可能的結果就是說 資源分配 不均 或是說資源分配沒有效率 或是說資源生產根本就不足 那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說他要達到一個人人平等 那 唯一的可能性聽起來可能就是說 資源是無窮的 大家不用多分配 大家不用工作 就可以分配到資源 那才有可能實現到認真平等 那才有可能實現到認真平等 我覺得這是 我有點疑問啦 也覺得他 非常的理想化 部分 那 他的 他的遠大的理想有 有 是 是我所想像的這樣嗎 還是其實是 跟我所想的不太 好 謝謝 哇 這個 我希望你們右手會 在討論 大家都 那個 非常 有備而來 而且程度都很好 你說你沒有準備 那表示 真的更厲害了 第一個 第一個 觀點 談到的就是 馬克思他是不是在設立一些對錯的標準 然後告訴工人 我們應該怎麼走 這樣看起來 好像怪怪的 他不是說工人自己要想辦法去 去理解他自己的處境 然後去戰鬥 可是 在 在馬克思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 其實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他們所 所做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是 他們是希望 工人能夠覺醒的 然後 他們去說服 去讓工人知道自己的處境 因為 馬克思向來認為 這個階級是存在的 可是 工人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階級 更不知道自己是一個被壓迫的階級 所以 他們 才會透過那些組織 不斷的去和工人接觸 讓工人知道 自己是 一個被壓迫的階級 那這樣子 算不算是 算不算是一種 教條性的指導 這可能 怎麼樣 可能要看他們是怎麼講的啦 當然 馬克思他不用 這是一種教條性的指導 因為他相信 他可以透過這種 理念的宣揚 讓工人 了解 自身的處境 至少就他而言 是這個樣子 但是 那是當時的馬克思所做的事情 後來 來共產主義國家 透過國家的力量 說什麼是階級的敵人 說我們要去鬥誰 那其實不是馬克思他 他在做的那些事 那個已經是透過那種 那個史達林市的國家 就是蘇聯的那一套 國家體系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 那個不是馬克思 他原本 他原本沒有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也沒有說 我們要透過這種方式來做 因為馬克思主義 到後來有很多不同的那種 演變 蘇聯式的這種 史達林國家是其中一種 但是在西歐 有很多 國家他們的共產黨是可怕的 他們透過民主政治的選舉 去提出他們的訴求 這是另外一種 這個西歐的馬克思主義 發展的方式 那我同意您講的就是說 那種史達林市的 共產黨國家 他們在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馬克思 他的理想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可能會 會值得討論 是不是馬克思他原本 希望能夠透過這種 討論 還要喚醒 他不是說我是要教導人工 他只是說我們要喚醒 喚醒大家的階級意識 喚醒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你本來就知道 只是 你沒有把它 認真的當成一回事 所以這個叫喚醒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就 再怎麼 再怎麼叫都不會行 喚醒就是 我們其實知道 只是我們不清楚 我們沒有認真的去想 那第二個問題 講到那個 如果 這個世界上的資源是有限的話 我們還有 可能談共產主義嗎 那 資本主義他至少 看起來解決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透過市場機制 就是 決定分配的規則 這本主義 他 他事實上也是一套 分配的規則 好 那馬克思他要解決的是分配問題嗎 這其實有討論過 很多學者會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說 馬克思他要解決的 到底是什麼層面的問題 是分配的問題嗎 他談了很多剝削的理論 那 乍看之下 我們會覺得 他談的是一個分配問題 為什麼 因為 談剝削就是 管道師所說的剝削是什麼 就是 一個 老闆他請工人的時候 這些工人 假設十個工人 為他創造了 一萬元的利潤 一個沒有剝削的 分配利潤的方式就是 這一萬人要 這一萬元的利潤 要由這十個人去分嘛 可是 通常老闆 通常老闆他想的是 這十個人我要給到最少 然後他們可以滿意 就是那個數字 這跟他們賺多少 沒有關係 那馬克思說 這是一種剝削 這聽起來好像是在 談分配 可是 事實上 這種 剝削的問題 他 對馬克思而言 他比較在意的 我寧可認為 他是增加了這種 不斷的去 鞏固 掌握生產工具 生產工具 就是資本 有資本的人 他可以不斷的 擴張他的資本 然後 繼續複製這種 那種 他所說的這種 階級壓迫的問題 可是對馬克思而言 他真的在意的是 到底是什麼 分配這種不重要 分配那種很重要 如果分配不均的話 這種階級壓迫 情況會越來越慘 可是他真的在意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去看他那 1844年紀錄的 手稿的話 他其實 一開始談的是 生產的問題 生產問題就是 一種勞動的問題 勞動的還是就是說 他覺得現在這種 大規模資本主義的 工廠勞動 會讓人性扭曲 人看不到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他們只是成為 片中所看到的 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工作 那馬克思認為 一個人的存在 是需要透過創造 透過工作來 彰顯大家的價值 可是 這種大規模生產的方式 是沒有辦法讓人看到價值的 所以 馬克思主義當然有批評 分配的問題 但是他其實最根源的 是來自於生產層面的問題 生產層面才是他最重要解決的 那 如果資源有限怎麼辦 那 好 這個就是 一開始 我說馬克思到底在我們 這整個 西方的那種 知識 知識版圖上 他到底 站在什麼樣位置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所以對他而言 他相信 人性是在資本主義底下 被捏曲的 如果我們能夠改變資本主義 讓資本主義能夠被 被 轉化的話 人性就不一定會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也就是說 這就是有這樣 以中國一句普話 叫不換管 要換部局 就是說 資源永遠是有限 那資本主義 讓資本家 必須用掠奪 跟掌握生產工具的方式 來決定分配 可是 對馬克思而言 資源有限 他當然知道 可是他覺得如果 人能夠回到 人能夠脫離資本主義 那這種資源有限的問題 其實 就不會那麼簡約 用一種比較 人與人之間比較 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 實際上怎麼做 這個後來的很多理論家 他們又補充了 就像 不管是蘇聯也好 或是今天的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談的就是說 那要有一個階段嘛 就是 先要有一個那個 很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透過柏尔化 進行強行的風格 然後最後再慢慢慢慢的 讓國家 退場 然後成為一種 共產主義的理想 那個都是很遙遠的事情 但是至少 真的要做 面臨到重重困難 是真的 那馬克思那個時候 還沒有走到這個階段 那當然 像 前陣子 有一段書 就是皮卡尼寫那個 二十四億資本主義 他 他那個其實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 不是同一件事情 雖然說他那本書有談到資本論 可是 皮卡尼他最後解決的方式 他是談生產問題還是分配問題 他其實是談分配問題 就是說他談的是最後那個 整個社會財富要 整個社會財富要 往更均等的方式來分配 可是他 並沒有像馬克思這麼 呃 徹底的 或是極端的談到 要 改變這種 自由經濟市場的生產方式 那 那是這兩個 這兩本書之間很大的差異 所以有問題 上一場那個 福玉 陳福玉來談 也有點談到這個部分 我後來的理解是 其實都很難 很難懂 我們說你很久 對 我 我比較理解的是 他說馬克思想要做的事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他要 希望這些人 恢復成人 那 其實生產 或者說 資源不足的 這個問題 其實在 那個年代 可能反而出 不存在 不是說不存在 因為 因為機器 因為大量生產 其實資源是便比 從前多很多的 所以 所以你說 呃 不夠分配是因為 有人拿太多 有人拿太少 那拿太多的 就是資本家拿太多 那為什麼資本家要拿太多 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這個 這個運作下 他就是要不斷的 越來越多 然後越來越累積 所以 我那時候的理解 就是 其實馬克思要談的是這個東西 不是談後面的分配 是談最前面 呃 就是 資本 資本家這一塊 然後想要很多 然後就 就創造了一個東西 讓 創造了一個 一個屏障 讓 讓 勞動技術 搞不清楚 就 就 就拿比較少 所以他 對 我的理解是 他是要打破這個東西 然後分配是後面的一塊 可以這樣講嗎 對 可以 就是生產 生產跟 異化勞動的問題 對 他那個意思包括是 比如說在 就 比如那個年代 還好 比他們之前的年代 因為 機器生產的 緣故 所以產量已經變多很多了 其實可以 不用再 做那麼 不用做那麼長的時間 其實他可以 其實留 留 留8小時下來做 畫畫 畫圖啊 收學家 可是 因為 前面那個驅動力太 太強 就 要求 我選 要大家做這個事情 那 對 大概是 大概是 回到 然後你剛剛有 我猜你可能 有一點點誤會是 我想 這邊很多馬勒斯專家 他應該沒有 不是 是要 不是要把世界變成一個 那個 無政府主義 那個 是另外一條路 我 我猜你是不是 有誤會到 這一塊 馬克思應該沒有 這樣 這樣的想像 其實我 那這樣我就很好奇 他既然不是 無政府主義的 那他最後的一個 最終他所想的 這個問題 這到底是怎樣 其實 其實馬克思 是嗎 最終 他是要 他是要 讓國家消失的 可是 也沒有政治 對 最終最終 但是 是一個很遙遠的事情 那是比工廠主義 就會載下去 是 但是他 所面對的 還是一個很現實 就是 工廠工人還是在 很辛苦的工作 跟問題 不過 不過 欸 像張正剛講的 那種 工廠工人的處境 其實 大家知不知道 在那個 當時的英國 資本主義 首先發展 那 有一個 裡面 有談到一些 英國的經濟學家 像 亞當斯密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 他談的就是那個 自由市場的經濟語論 有一次 有一次我去翻他寫的書 就是 國富論 好 很有趣 就是說 亞當斯密 他自己也說 工廠工人的處境 是很 很艱難的 他自己也這樣寫 那接下來他怎麼說 他其實對工廠工人的處境 他的理解和馬克思接近 也就是說 他 他並沒有粉絲太平 他也知道工廠工人就是很辛苦 所以他說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應該要 在工時上面 提供一定的這種保護 所以工人不能在工廠 待太久 另外一方面 他說 每個人都要受 受到良好的教育 讓工人在下班之後 能夠去看書啊 聽音樂啊 等等 然後讓他們 下班之後可以過得 比較像人一樣 但是 他當然 他一直就說 在上班的時候 你可能過得真的不好 也就是說 其實在當時 那些人其實都很清楚 都很老公的處境 可是 對亞當斯密而言 他在意的是 人的生產力 跟人的那種 潛能有沒有被發揮 所以 他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採取的是 一種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一種 其實跟現在我們一直在 在談勞基法 那種思維是比較接近 就是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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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嘛 然後讓人至少可以休息 當時其實亞當斯密 就已經這樣談了 如果我們認為亞當斯密 他只談不斷的 勞動 不斷的生產 不斷的最高利潤 其實我們還有點誤會他 他也蠻在意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 很多資本家都 連這個 連這樣子的事情 都 都認為不必要 那就 跟亞當斯密比起來 甚至 還不如亞當斯密當斯的情況 那已經是好久之前的事情 那已經是好久之前的事情 好 那個 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 就是 這邊 現場有兩個 都我的大學同學 一個是 除了 還有像這個一個 紀錄片導演 那 他也是很早就開始 至少我覺得啦 就是 轉向開始 搞 從前我們學校 叫做國 國際思想 欸 國父思想研究室 他們把它改成叫 國際思想研究室 就是在專門搞馬克思這些 那 可是 可是在我 我是 我可能更普通一點 我們對馬列主義 就懷著很深的恐懼 因為小時候就長大 長大期間就聽到 馬列主義啊 這很可怕的東西 共匪啊 可是 為什麼 阿熊 或者 楚楊 你們在 後來 我覺得 某一個部分是 轉向這一塊 相對於其他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同學 大家有搞直銷啊 有做生意啊 可是你們去做 去研究 馬克思啊 研究這個 這個 共產黨 共產主義 那個分岔點是在哪裡 你們可以 回 回想一下 然後 可以 開示一下 那我們讓楚楊休息一下 讓阿熊先講 如果不要講也沒關係 真的假的 我覺得包括各位 跑來聽可能也是 有點怪怪的 呵呵呵 好好的禮拜六晚上來 聽馬克思應該是 呵呵 因為上 上個月才剛從俄羅斯回來 我們去俄羅斯 就是去拍那個 十月革命百年 那 那 我去拍這個 十月革命百年 好 因為我現在跟上正友合作一個計畫 是 呃 澎湖越南 難民 我們臺灣在澎湖有越南難民 1977到1988 好 那麼 為了要去談 片子裡面 所謂反共 的背景 好 嗯 因為當時候 在越南談反共 那我覺得把斯野拉大應該要談 1970年代的蘇聯跟越南的關係 好 所以 嗯 嗯 影像上面我必須要用有某一種方式去建立 什麼叫做蘇聯 因為我是影像 我不是說 在黑板上面寫蘇聯兩個字 觀眾都知道了 我要讓某一種方式 嗯 讓觀眾看到蘇聯是什麼 我們今年剛好碰到十月革命百年 就去了 那 我回來之後自己有寫一篇文章 所以 各位 觀眾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可以搜尋 我的秘密叫劉吉祥 你可以找這個 公佈越南難民的 這個粉絲頁 上面可以看到我寫的文章 那麼 我在裡面那個文章 括的第一句話 其實跟我們剛剛的討論有關係 我括的第一句話是戀尼 好 那麼 老實說我以前很討厭戀尼 因為我一直覺得戀尼跟馬克思不一樣 他是不是扭曲了馬克思 那這幾年其實 很怪就是 大概在十年前吧 嗯 有一個捷克非常有名的哲學家吧 我也不知道他現在的討論是什麼 至少剛騙尾名單的那個萬鈺哲 他翻譯過那個哲學家的書 那個 我不知道怎麼名字 紀捷克 他被 他被認為是當代哲學界的 龐克 對 就寫 還蠻會寫東西的 所以 有幾本書 像 剛剛在片子裡面最後的那個萬鈺哲 就有翻譯過他的一本書 我記得叫做神經質主體 就是那種 看著書面覺得很屌 很厚也還沒看 但是我很奇怪 這麼樣的一個龐克型的哲學家 他有一年寫了一本 別的一本書叫做 Revolution at the Gate 在革命的門前吧 那這個書是什麼呢 他前半段 他前半段 從編列寧寫的東西 後半段寫一些 寫他自己的東西 可能是談到為什麼要編 那麼今年呢 他也寫 他今年呢 他也應該是這個書的upgrade 或者算是後續的研究 他就談戀寧和原意氣 老實說我真的還是看 還是從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 季節課要去談戀寧開始 才開始 才開始去 沒有把 才開始去想 可能我要重新看戀寧 那麼都 當然我自己不是學術界 也不是說真的去查看 但是 像我剛剛跟各位 談的這個文章呢 我括了第一句話 其實 但我自己是還蠻有感覺 那句話是戀寧說的 他談說 知識分子的作用 就是在 使知識分子 成為 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在 就是在 使知識分子 成為 特別領袖 這件事情 變得不必要 我不知道說那個 可能我 我畫是不是記錯 就是那個意思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可是那個句子本來就很敲口 對很敲口 可是 他的意思是說 OK我如果說放在 我說我們剛剛的這個 脈絡裡面 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這個 好理論到實踐之間 怎麼樣去進行 然後這個 一個一個在念書的這個人 然後他 好 對 對馬克思這樣一個 一直在念書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人知識分子 然後他自己也是知人家 他也不是工人 甚至在可能 一定要靠一個人去 去植入的東西 來寫過 那麼在這樣的角色裡面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他作為知識分子的這個 功用在哪裡 或者說 大家 我們很想問他想要的是什麼 對不對 好 那麼現在我們試著把 知識分子這個 身份放大 好 那他這個 這個身份 他可能可以換成 所謂的先鋒黨 或者就是後來所謂的 共產黨 那這個共產黨 但其實共產是中文的翻譯 因為我不曉得 就本來那個法文的脈絡 或者說本來那個文章的脈絡 那個 就是那個公色 common這個字 或是commun這個字 他或許不一定會是我們 中文所看到的共產 這兩個字 他可能更多去談的是 所謂某一種共同性 對 那麼 那這樣的共同性的翻譯 會不會在轉譯的過程當中 造成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歷史物 對我不知道 但是非常有可能 那換句話說 像我這次在俄羅斯 也跟一個 自己認為 我不知道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也跟一個 他自己認為他是蘇聯人 就是蘇維埃的聯邦人 他不認為他自己是現在的俄羅斯人 是蘇聯邦人 那麼他 對他來說 他還懷著一種 對以前蘇聯時代想像的那種美好 他年紀也沒很大 還蕭羅一歲 是一個抽象藝術家 那麼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自己也不懂俄文 有一些東西我們用英文講 他說對他來說 他說他覺得 他看不起馬克思主義者 他覺得馬克思主義者是念書的 是用頭走路的 然後他覺得更重要的是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他覺得更重要的是 你共產主義社會怎麼創造 那我聽他 我聽完他講的話的時候 其實在我的心裡面閃過三個念頭 我突然覺得問題好像至少變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什麼是共產主義 第二個什麼是共產黨 第三個什麼是共產社會 然後今天這樣子談過之後 或許我們還可以多加一個問題 共產這兩個字的翻譯 會不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歷史錯誤 也許他本來只是共同社會 或者說也許他本來就是大同社會 那麼如果是大同社會變成被翻譯 所以如果說在他本來的脈絡裡面 是大同社會的脈絡 那麼因為中文的轉譯變成共產主義或共產黨 好大同 所謂的大同黨變成共產黨 那不是好像整個那個都招經理 有這種感覺 那我就變成反同了 好所以其實那談到 那 講太遠沒有 你現在是講太遠 那個 剛剛那一句我先講 幫大家再講 就是那個列寧說 社會 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讓 這個社會不再是有知識分子的民黨 白話就是這個意思 那可是你剛剛也沒躲掉我的問題 就是 我剛剛本來是要問你在20歲的時候 20歲是青春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走向共產主義者 OK 蛤 其實這個應該跟我們一開始談的這個階級有關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一個 我自己回想起來還蠻奇怪的經驗 但是因為我後來 我跟人家聊這件事情 發現 好像這個經驗 我不知道 就是 因為我們家 我家是 我爸媽就是工人 我爸是木匠 我媽是紡織工 就是 從小到大呢 我對所謂工作的認知就是 好我們努力工作賺錢 然後每個月 固定薪水 努力工作賺錢 每個月固定薪水 真的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 一直到大學 然後到大學之後 因為我們念大學是 我們 我跟楚陽跟張鎮 是1989年競爭大 1989年是 天安門事變 對 在中國北京就是天安門事變 然後在台灣這邊就是 野百合 沒有 野百合是1990 1990三月 台灣這邊是 19 天安門前面的 前三天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有一個報警叫 首都早報 首都早報是1989年6月1號創開 好我要談1989年 1989年對台灣歷史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 那是台灣的股市第一次一萬點 第一次一萬點 那換句話說 那個是所謂台灣籍 英卡包的時代 那我剛剛 我剛剛談的時候 我記得我一直到 那個 那個時候大家在封股市 在炒股市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是 努力工作 然後我一個月賺錢 努力工作 然後一個月可以贏薪錢 原來有人是不用工作 用錢可以賺錢 我不曉得說現在談就是 我很難形容那個感覺 在我當時候的那個 感覺是非常震驚的 就是喔 這些人怎麼都跟我爸媽不一樣 不用工作 然後你只要有本錢 就可以一直生 一直生 一直生 一直生錢 講起來很平常 我是 我必須坦白講 在當 在如果說 真的有所謂的階級存在的話 在我從小到大的這個 我這個 我們這個階級的這個教育裡面 我從來不知道 用錢可以賺錢 這個事 從來不知道 對 所以 當初幾乎是 用著一種 蠻憤怒的心情去看 哇 幹嘛這樣寫太屌了 講出了我們的心聲 之類的 真的 我第一次看他的作品 是他的手稿 但是很顯然 但是其實手稿的 手稿討論的脈絡 應該 其實他是 1844年應該是馬克思 那時候他才幾歲 可能才26歲 是他非常年輕的時候寫的 那麼他 那他裡面討論的人的方式 其實也跟 就是討論所謂的人性的方式 其實也跟 他的惋惜作品 不一定一樣 但是 我自己對手稿裡面 剛剛談 就我記得 那時候讀 讀手稿 最感動的一段話 就是他裡面 對於職業的描述 就是 他認為的那種 理想社會的職業 是 是 你可能早上 你可以去 你可能早上可以去 去做一份工作 然後 然後到晚上去 去拉小提琴 或是彈琴 就是 你可以每天每天做不一樣的工作 然後晚上安排不一樣的活動 但是因為在 在一個 共同的 生產方式裡面 那麼 大家可以 可以因為每個人 按照他的那個興趣 去做不一樣的工作 就獲得這個 整個社會 大家需要的那個資源 那我 我記得我當時候 看這段話 還蠻 還蠻感動的就是 我想可能一直到現在 我都還會常常跟 不管是我們班的大學同學 或者說最近又跟高中同學聯絡上 其實大家很常 很常聊起一個問題 到底有多少人的工作 是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老實說我碰到的很少 雖然我很窮 但是我覺得我的工作 是我喜歡做的事 就是拍片的 那當然也有一陣子窮到 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我去轉行 轉行做了一些 所謂正常的工作 那正常工作做一做 我還是覺得 好 我與其做這個正常的工作 但是不開心 那我不如會 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雖然說他可能收入不多 但是他 我會覺得這個 後來我們漸漸發現 在我們這個整個社會 你真的能夠用 你喜歡做的事情 來當工作的人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那個比例 讓我覺得 真的讓我很意外 那不管說這個東西 這樣他代表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我們整個社會的運作 他所需要的這個工作 然後這個工作的這個性質 本身 只有非常非常非常少數的人 他是做他自己願意做的事情 好 那麼這變成 佔據我們每個每天生活 大部分那個時間 如果都是一件 好 我就是把它 我就是把它撐完嘛 然後我一個月就 就有錢嘛 好 那麼錢 就可以讓我繼續 繼續再過下一個月 或者累積外的東西 但是 但是 嚴格去想 如果我們 單為一個人 那你大部分的 生命的時間 是要 放在一個 你自己其實不喜歡 但是他只是用來幫你 換錢的東西 那麼這個真的是一個 值得去過的生命嗎 我對這個東西是很懷疑的 我做的 社會語問 那個不用直播 大家可以舉手 那個 你正在做的 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好啦 沒有 讓楚陽做最後的 你講你講 你剛剛也還沒回答問題 還是你要跳過 我同意 我同意在張正所 談的就是 馬克思對我們這一輩 我相信大家都 很多人會比我們年輕 所以我已經覺得 我們自己 跟他們不同的輩 我們這一輩 看到馬克思 會有一種先天的 抗拒感 因為 接受這種教育 會有自然而然 會有這樣的教育 因為我們的教育 把馬克思 或是動向處理 講成 鬥真殘忍 然後不講道理 等等 就是負面的形容詞 可是 我當然覺得說 也是劉基雄 借我看一本書 不知道是借還是介紹 那本書是佛洛姆寫的 叫做 《在思想所念的彼岸》 佛洛姆是一位 我們的哲學家 他 那本書裡面把馬克思 談 談得從一種 人性論的角度去談 馬克思對於人心的這種 很崇高的這種看法 讓我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而且原來馬克思 他在我們整個這種 印象當中 我們是從 他的 造成的這種 效果 來理解他的 可是馬克思原來怎麼想 我們其實之前不大清楚 那如果我們了解他 一開始是怎麼想 或許我們可以從 另外一種角度去理解 這整個歷史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開始去 看這些 相關的東西 當然我常常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對共產黨 會有一種 很複雜的感受 可是至少我覺得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馬克思他 就是一開始 我會怎麼歸類他 我覺得他是一種 我們在請運動之後 把重視人性 他重視人性的程度 已經達到 達到了相當高的這種位置 接下來歷史的發展 當然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不同的原因 但是至少 當我 當我發現他是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會用另外一種角度去接受他 去接受他 去接受他 好 講完了 好 還有沒有誰要講什麼 沒有齁 沒有齁 對我 那我沒有 我單純沒有這個感覺 不過我一看就是那個 中國近代史 大陸寫的中國近代史 我看完之後 跟我念的完全不一樣 就台灣的中國 台灣的中國近代史 就是公益黨 還不錯 只是 不小心被打敗 可是你看中國 中共寫的中國近代史 那是完全不同的去除方式 好 那 不談那個 我們今天是談馬克思 那也差不多到這邊 就希望 這部片子 有給大家一些 想法 好 我們拍拍手 謝謝會主人 謝謝大家 謝謝